然后其实这辆车是有冰箱的 你知道吗 你可以在里面放饮料 然后它里面是有这个制冷效果的 手感很温润的 然后滑滑这样子的 很 cute 虽然这辆车呢 它有很厚的 Camel 但是实际上呢 它不是银河一五 它是真正的 Proton E-Mars 7 然后在你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呢 这辆车其实已经开放预定了 然后我们大概也知道它的这个预售价了 所以从你看到影片的这一刻开始 这辆 E-Mars 7 已经可以开放预定了 那么呢 今天这个 Proton E-Mars 的部门呢 就特别做了一个特别 Preview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辆车 虽然讲它的外观设计的部分呢 跟这个 E-Mars 7 是一模一样的 可是它的内装呢 就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今天就带大家看一下这个 E-Mars 7 然后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就请大家先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那么呢 这边还是要给大家知道 这个 E-Mars 7 的背景啦 其实这辆车呢 是基于这个 Proton 还有极力 共同开发的全新平台 GMA 然后极力的部分叫做 GEA 平台打造 这个品牌呢 除了做电动车以外呢 它还可以做增程车 还可以做插电车 那么其实呢 Proton 在之前就注册了这个 E-Mars 7 PHEV 的版本 所以大家应该知道啦 就是以后 这辆车也会有个 PHEV 版本 不过没有那么快 可是今天呢 就先带大家看这辆车的重点 这辆车因为它是这个 Prototype 的关系呢 所以它的一些细节部分还没有进行完全的调整 就例如讲它的头灯组上面的这个 厂牌呢 都还是基地 还不是 Proton 不过量产板肯定会改成 Proton 啦 然后这辆车呢 首先它的这个车身轴距的这个长度呢 是 2750mm 跟这个 BYD 的 Arto 3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大家大概也知道就是这辆车 M 的是什么 Market 啦 我个人预测呢 这辆车呢 应该会从 10 万块起跳 因为现在我不知道它的正确的这个价格啦 所以我自己预估啦 它是从 10 万块起跳 我觉得这款车应该会很有竞争力一下 然后呢 其实这辆车的车身高度是蛮高一下的 你看我站在它的旁边 我的身高是 181 这辆车的高度 基本上就是稍微到我的耳朵 所以里面的这个压迫感就不会太重啦 这个也是这辆车的卖点之一 我之前也试驾过中国版的这个银河EU 我觉得它的 Suspension 会有一点软 不过 Proton 表示呢 马来西亚版本的它们会有一个特别调教 就是会更适合马来西亚道路 所以我个人也是很期待一下 EMA7 会给我怎样的表现 在这个尾灯的部分呢 银河EU 跟这个EMA7 是一模一样啦 还有一个像是回旋针降的设计的尾灯 这个尾灯晚上的时候很好看 尤其是现在光线不足 你看到这个尾灯它的这个辨识度会很高啦 然后上次其实我们也拍过这辆车 但是就没有办法打开它的这个内部空间给大家看 可是这一次可以了 它是有Powerboard的 然后给打开了之后哦 它的尾箱空间表现其实它的开口会有一点点的高啦 就是它的开口基本上已经到了我的大推 然后里面的空间表现 它是比较伸进去的 它还挖了一个孔 所以要放东西的话OK 但是我觉得这个尾箱空间 基本上还有一个加强的部分啦 就是一般的日常使用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可是讲如果你见证的是 载买一家人要出门的话 行李箱的空间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局促啦 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点 但是一般来讲问题应该不大 那么你打开这个引擎盖呢 这个设计呢 如果看很多抖音的朋友会跟你讲 这辆车是油改电 实际上你也可以这样讲没有错啦 因为这辆车是兼容油电的平台来的 然后它这边前面是一个前轮驱动的单电机设计 它的这个最大马力表现呢 如果是根据中国版呢 它可以到215HP啦 然后它的0-100加速是6.9秒 我们不知道马来西亚版本会不会有变动 但是大概率是不会的 然后呢 这个电机跟充电模组呢 是12合1 中国版本是11合1 为什么呢 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呢 中国车他们有自己的充电规格 可是当中国的电动车出口到海外市场呢 他们就要跟海外市场的充电规格 而马来西亚普遍比较常看到的 就是CCS2这个规格啦 所以他们也必须更换成CCS2才可以在马来西亚充电 这个也是为什么呢 这个EMA7跟这个银河15的电机的总成 会有一点不一样的原因 那么就像我刚才讲到的这两车呢 以后也会有一个PHEV的版本 就是呢 采用了1.5公升的引擎 然后搭配这个电机组成啦 那么那个版本呢 最近有听说它的续航可以到105km啦 那么大家会选择这个存电版本的EMA7 还是EMA7PHEV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那么呢这个充电口呢其实已经是这个CCS2的规格啦 就是在马来西亚呢到处都可以充电啦 那么呢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它的DC快充最高可以到85kW 然后我问了他们不要跟我讲 他们讲Launching的时候才会真实公布这个车的奖金啦 所以就敬请期待啦 这里在电池组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参考中国版本 就是它配备的这个60.22kWh的这个零酸铁锂电池 这个电池呢是吉利自己开发的 他们叫神盾短刀电池 它的能源密度就号称高过比亚迪的刀偏电池 所以实际上怎样的 我们就要开了之后才会知道啦 然后以后有机会我们也来做一个续航测试 然后呢根据这个CLTC的测试值呢 它的这个最大续航可以到530km 不过大家也知道这个CLTC通常它的关水成分会比较大点 所以我个人推测这两车充满电的话 可以行驶一个430-450km 不过如果是讲以一个城市型的这个SUV 或者是偶尔要常租的SUV 430-450km应该也非常足够了啦 最起码你到冰层是不用充电的 对不对 进入内装的设计部分呢 它跟银河15是一模一样啦 就是像我之前讲的咯 就是银河15是一个纯白内装设计嘛 然后马来西亚人其实不是很喜欢白色 所以E-MAX7就换成了黑色 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黑色更有高贵的感觉 然后它这个皮革的材质 就是跟这个Proton X70一模一样 就是你有一点那种Nappa letter的质感 摸上去的触感是好的 然后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钥匙啦 这个钥匙就像一块鹅卵石这样子 它的这个手感很温润 然后滑滑这样子的很Cute 我希望马来西亚的E-MAX7也是这个钥匙啦 然后除此之外呢 整个内装设计呢 其实就跟很多的中国车一样啦 不过让我比较惊喜的是 这个Fly Me Sound 保留在这个E-MAX7上面 这个音响效果等以后有机会我们来测试啦 然后当然啦 这个内建系统也是这个Fly Me OS来的 如果是有最终科技圈的朋友啦 就会知道这个Fly Me OS 也就是魅族的手机OS呢 它整个系统使用起来最大的卖点就是流畅 所以这个使用起来呢 目前啊没有到太卡顿 整个体验我觉得是不错的 不过很可惜的点就是呢 它暂时是没有Android Auto跟Apple CarPlay的 可是呢我们有跟这个Proton E-MAX进行一个询问 他们讲量产版会有这个东西 所以大家是不需要太担心的 然后在这个Stairing上面呢 它已经换成了这个Proton E-MAX老虎头logo 然后它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 这一个冷气控制面板的按键了 但是你可以通过这个旋钮去进行一个调整 就例如讲今天你长按 它就可以用这边来调整这个冷气的风量等等 所以这个功能呢我觉得它是一个 如果讲你的车子没有这个冷气的实体按键的话 一个不错的代替方案啊 像是之前我试驾的这个小鹏的G6也是有这样子的方案 我觉得如果是讲你既然要做一个完全简洁的内装设计 一定要有这个东西 这样子的话大部分的消费者呢就不会有complain 就讲要调冷气不方便等等等等 然后最后我要讲的就是这辆车做起来很舒服 看我的身高181坐在这边 不错然后它也是这个Level 2的半自动驾驶辅助系统啦 2750的轴距就造就了这辆车里面的空间 表现其实还蛮不错一下的 我的身高181我坐下去 头破的压迫感几乎没有 然后前面的脚步空间也很大 坐下去其实蛮爽一下 然后其实这辆车是有冰箱的你知道吗 就是它在这个后面的冷气出风口 下面有个托格拉出来 你可以在里面放饮料 然后它里面是有这个制冷效果的 可是不会到太冷啊 然后除此之外呢如果是讲你的老婆 孩子有很多鞋齁 这边也是有个小抽屉 你可以在那边放鞋 所以这辆车其实主打的就是一个空间卖点的 那么大家觉得这样子的空间表现怎样 我个人觉得这辆车的空间表现应该是够用的 除了微箱稍微小了一点之外 那么有什么看法的话 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啦 不过必须称赞 这个椅背真的是舒服 而且还有这一个角度调整 有角度调整我就爱了 因为在后面睡觉是真的可以很舒服啦 OK 各位朋友 这个就是Proton E-MA7 的简单新车介绍啦 那么同样的我要再重复一次 在大家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呢 这辆车已经有一个预售价 然后它已经开放预定了 所以有不兴趣的朋友可以去问一问 那么大家对这辆车有什么看法 同样的也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啦 好啦 我是Ivan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影片内容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呢 就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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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